每个家庭呢 他们每个人都有深刻的感受 同时我们也会在场呢 在这个双街节晚会当天的晚上 会用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活动 跟不一样的引导 来让这些父母亲 跟这个小孩子 有一些互动 让他们的这个孝顺的心呢 由内展现 因为现在的你们啊 对不对 怎么样 爱在心里口难开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很少会跟爸妈说 爸妈妈我爱你 对不对 然后呢 错了之后怎么样 也不会说 也不会承认我错了 其实这是现在 一般人的痛病呢 就想说 这么熟了 我错了 我也不愿意跟你认错这样子 所以就一而再再三的 导致很多什么 导致很多的心结 揪在一起了 所以 成绩经理会 有感觉这样的问题 日益的严重 所以每年一定要举办 这个双清节的晚会 然后让大家有机会 只要是您愿意回来 来参与这样的晚会的人 我们都让你重新过不一样的生活 那这样的 刚开始我们在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的出发也就是希望 能够让更多的有心的人 能够让更多的一个 渴望引领他们孩子进到公益团队的妈妈们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重新的去启发孩子的善良的本性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样的双清节的晚会是很多人的期待 所以每年我们的双清节的晚会都办得非常非常的盛大 有机会的话 你们也可以一起来 好吗 好 那再来 我们来说 我们在这个心灵讲座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堂课叫做 诗情报文 就是有关于在讲这个孝顺的课程 那这个孝顺的课程讲完之后 很多的小孩子回去就跟妈妈说 妈妈 从今以后我要好好孝顺你 为什么 因为在这堂课当中 我们也是重新的去开发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个孝的本性 把他们之前所有的这个善良本性完完整整的去展现出来 其实现在孩子并不是他们不会做 而是说他们不懂 从来没有人去教育他们这样子 那所以从今进会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重新让这些孩子重新去认识自己 那就像你们一样嘛 你们现在坐在这里 也是在重新认识你们自己 因为现在你们所听的都是以前你们所没有去接触过的 对吧 以前想说孝顺父母亲 哎呀 孝顺父母亲很简单啊 就是怎么样 说说话啊 然后呢 父母亲呢 端茶啊 回来给他喝这样就好了 是 我们能做的还很多啊 对吧 所以你看 从我们的第一堂 听到现在 我想 受益最多的是谁 是你们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听 听孝顺的课程是对自己最有帮助的 昨天呢 我觉得蛮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 有一个学生呢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跟我说 他说蔡老师啊 真的要很感谢你 以前呢 我都觉得我已经很孝顺了 以前我也觉得我做的事情很孝顺了 可是当我听了你的这个孝顺的这个故事啊 孝顺的百孝篇的演讲之后呢 我发现我真的很不孝顺 我发现我真的做的还不够 所以呢 我期待 从今以后 我能够完完整整的去改变自己 那这个孝顺的这个百孝篇的故事 百孝篇的这个讲义呢 真的对我非常的受益良多 所以当我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代表我们讲的课 你们都接受到了 对吧 所以也希望说 不仅是接受到 我们也希望 你们能够真的去展现 真的去做出来 把孝呢 展现出来 把孝实际的去放在父母亲身上 极致到最后能够把它放到社会 国家 好吗 好 那我们再看哦 其实啊 孝顺是不分名我 不分宗教 不分性别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也不分年龄啊 在去年的时候呢 有一些大陆学者 就是大陆的社科院的这个学者呢 以及北京大学 还有上一大学 很多很多教授都到台湾来 就是做教的 然后他们去参访这个南部啊 就是金中渔幼院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适逢八八水灾 那时候 从政基金会的所有的事工都在那边 正在嘛 那时候我们在欢迎他们的时候 也是用了一些节目 然后呢 也用了一些介绍 来让他们更了解台湾的一个 一个目前在发展 下道的一个生态哦 那所以 当他们看了基金会 所为他们准备的这个校区之后 每个人都哭了稀里哗啦了 大人哦 上面里面呢 不乏很多的是教授 也很多的这个学者 然后呢 大家都这样子哭了 然后呢 就面子还是用不完 我们在旁边看了一顿很感动 因为他们看了这些表演之后 他们自己深刻的去怎么样 从心的 由衷的去启发内心的那种善的本性 那种校的本性 完完全全的去启发出来了 所以因为启发出来了 才会感动 感动才会落泪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你看 孝顺尽管是第一位 身份地位这么高的 他们还是把孝顺放在第一位 那更关注我们现在还是年纪这么年轻呢 所以我们更加幸福啊 我们现在就懂得 如果孝顺父母亲 我们能做的 是比这些学者更长久的时间 所以你们是很幸福的哦 好 所以要一起加油 好吗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十六章所说的 整知校能感动天的十六知识的部分 所以十六知识在讲 先王之教 诚以得意 不爱之心 莫以其亲 好 再一次哦 先王之教 诚以得意 不爱之心 莫以其亲 好 所以说孝顺 孝顺是我们为人所当第一位 第一件要去做的事情 那既然是为人所当第一件要去做的事情 那就不能把这个根本给忘记了 若是忘记这根本呢 怎么样 当然其他的也就不用谈了 对吧 所以记得哦 要知道孝顺是可以感动上天的 只要你有这个诚心 只要你持之以恒 用我们的孝心去感动上天 那蔡老师可以跟你保证 你呢 人生过程一定会过得非常非常顺遂 当然这里面呢 还是要用包含着所谓的感恩的心 一个人没有感恩的心 相对的你会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别人所为你付出的一切 是吧 好 所以说记得感恩的心加上全心 加上你的孝心 你的人生过程就会走得非常非常的顺遂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第16章 整支效能感动天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之后呢 再跟大家分享第16章的 下面的其他还没有分享的部分 好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